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用这招勾搭师族少年呢 就没点新招说 我傻了 这他妈是梁燕 还是被我当初聊到手就踹得梁燕 她不是留学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怎么不说话了 她皱眉从单人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米九的身高齐长 压迫感十足地逼近我 我下意识就想跑 刚碰到门把手 就被她手指用力把门摁住了 另外一只手无比熟忍地搂住了我的腰 将我控制在她的怀里 动也不能动 她低头面无表情地看向我 紧压的眉骨透着一股子压抑的力气 又想跑 将知 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你每次见到我都跑得那么快 是因为内疚 还是怕我报复吃了你 我抖着声音 我 我 你别吃我 我不好吃 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你这单我给你结了好不好 她不高兴地撇了下唇角 理所当然道 不好 我 手机救命似地响起 我连忙手忙脚乱地拿了起来 一不小心开了外放 我妈的咆哮如雷挂耳 将知 我让你相亲你人呢 人家小张等你等了半个小时 你人死哪里去了 这个要是再黄了 今年结不了婚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欲哭无泪 这都什么事啊 妈 您确定人家姓张吗 我小心翼翼地瞄着面前臭着脸壮如罗刹的某人 胆战心惊地发问 是啊 就姓张 叫张怀德 人家虽然比你大五岁 但是检查身体好得很 保准让你三年爆俩 妈 你别说了 你快别说了 我都要哭出来了 两眼的脸简直黑得跟什么似的 这旗帜罗刹呀 简直是叶叉呀 她磨着牙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都怕她下一秒一口把我脖子咬断 她躲过我的手机 眉眼间笼罩的阴霾一点一点地散了 脸色逐渐恢复到了一贯的斯文笑意 阿姨 你好 我是芝芝的男朋友 我们已经谈了三年了 等明天我就和芝芝一起去拜访您 我抢回手机 不等我妈说话 连忙抢先挂了 妈 我信号不好 挂断电话后 我撞着胆子瞪她 你干什么 谁让你这么说的 我们早就分手了 两眼眼底好不容易浮现的笑意定格 她凉凉地凝视着我 痴笑 姜芝 表白是你表的 追我是你追的 分手也是你提的 什么都是你说算 我算什么 分手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她扣住我腰的手 缓缓收紧 唇绊霸道强制地在我耳边妈撒 声音一改刚才的冷硬变得柔软阴雅 姐姐 既然都出来相亲了 选谁不是一样呢 老男人有什么好的 三年爆点这种事 还得看我这种年下弟弟啊 我双腿一软 差点给他跪了 这人是什么东西 怎么说变就变啊 他看我羞涩地低下头 便本加厉地勾引我 声音也越来越性感沙哑 姐姐不是最清楚我身体好不好了吗 以前每次体检 可是姐姐陪我去的呢 回忆起以前的画面 我没忍住喷出两行鼻血来 救命 老天爷请让梁燕的腹肌 罩滚出我的脑子 梁燕从桌子上抽了纸巾 卷成一团 塞在我的鼻孔里 手扶着我的后脑勺 让我仰着头 他嫌弃道 怎么还是这么没出息 这几年没谈恋爱 我仰头眨眨眼睛去看他 一不小心和他漆黑的眼睛对视了 说话 他冷冷道 我撇撇嘴 就是不说话 我这三年没谈恋爱 那是因为我工作忙好不好 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保不齐还以为我为他守身如玉呢 狗男人 梁燕见我不说话 喝笑了声 你以为我查不出来 我 大哥 咱俩都三年没见了 你可千万别说你还对我有意思 咱俩早就结束了 我苦着脸 而且 我也配不上你呀 梁燕一下子松开了我的手 后脑勺磕在了沙发背靠上 居然不疼 原来是他已经把靠枕垫在上面了 这个男人 就连生气都会为我考虑 梁燕拿起沙发上的西装站了起来 目光冷然去着我 也对 你这样鱼塘塞满野男人的女人 的确配不上我 我 神他妈野男人 这是污蔑 赤裸裸的污蔑 你见过哪个鱼塘里面塞满人的女人 能有三年空窗期的 污蔑 哦 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梁燕走到门口 突然转过身 冲我勾唇一笑 你的相亲对象张怀德 是我的司机 现在是他的上班时间 托你的福 我等会要扣他工资 还是扣双倍的 我 他择了声 摇了摇头 真是看不出来 学姐现在已经混到这么差了 好丢人 我刀呢 我刀呢 出来包厢后我才发现 原来是我走错了门 为了逃避我妈的追问 当晚我连家都没有回 在朋友家里凑合了一晚 朋友啥都挺好 就是呼噜打得好像丧失变异似的 我睁着眼睛睡了一晚 第二天 颤颤巍巍来到了公司 一到工位 就立马闭上眼睡死过去了 当我被别人推着睁开眼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做梦 我还以为是做梦 这青天白日的 我怎么看见梁艳了 这人和梦里一样欠打 我一想到是因为他我家都不敢回相亲也晃了 当即给了他一巴掌 反正是梦里 怎么手这么疼啊 梁艳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 舌尖顶了顶发红的右脸 含着声音 你疯了是吧 我插腰 砸 我的梦我做主 梁艳你压的 不就是仗着我喜欢你吗 我追你追了十年 十年啊 你连亲都不让我亲一口 想起这茶我就来气 三年前我好不容易把人追到了 刚想一亲方泽 结果这火装矜持 我裤子都脱了 他却严肃地 跟我说女孩子要自重自爱 越想越气 我一把薅住梁艳的西装衬衫 猛地往我跟前一拉 上前就是一大口 连亲戴啃的 去他娘的自尊自爱 我就是要亲你 我亲死你 梁艳瞳孔猛缩 脸颊爆红 一把推开我 呼吸声都在喘 手指愤怒地指着我 他生气地一甩手 转头怒气冲冲地走了 同工位的小李拉了我一把 无比怜悯地看着我 小江 这是我们新上任的小梁总 我们公司是他爸开的 末了他还补充了一句 他亲爸开的 看完戏目瞪口呆的同事们 直接咆哮了 我 我死命地掐了自己一把 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好设死 地缝呢 能够藏住我的地缝在哪里呀 我把头埋在手臂里 脸烫得跟煮熟的虾子一样 妈妈 我要回家 我要辞职 我干不下去了 妈妈 经理来敲了敲我的桌子 非常怜悯地看着我 梁总让你过去 我惨白着脸 哆哆嗦嗦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打印了一份辞职报告 一脸复死地 跟着经理一起走了进去 进门前 经理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真正的勇士敢于 直面人生的惨淡 加油 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多想要和他一起离开呀 你准备站在那多久 给我当门神呢 梁燕冷不定道 我惊醒 立马走了进来 习惯性地给关上门 梁燕臭着的脸 一下子玩味起来 我的手还放在门把上 能别笑这么猥琐吗 好歹也是一帅哥呀 过来 他坐在办公椅上 朝我发出命令 我只得英勇就一般走了过去 在他发难的前一秒 把辞职信带过去了 老板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梁燕狠狠地看着我 脸上那点玩味瞬间没了 他连我的辞职信看都没看 就丢进了碎纸机里 打了我就想跑 哪有这么好的事 他抓住我的手 把我拉进了休息室里 总裁办公室的休息室 跟卧房一样是有床的 这事我一直都知道 可是谁能告诉我 这他妈是大床房啊 梁燕把我甩了上去 我 我捂住胸口 跑到了床的角落 警惕地看着他 你你你 你这是违背妇女意愿 我报警了 他脱掉西装 随意地揉成一团 丢在了衣架上 黑色的领带 被他修长的手指扯了扯 弧度也跟着懒散起来 笑得射忍 好啊 姐姐你报啊 看看你给我打的 这不得几千万的赔偿 不然 你以身抵债怎么样 我吓得不行 妈呀 这是梁燕 我的妈呀 当年我亲亲 就会红透脸的乖小孩 怎么现在这么野了 他这到底是出国留学 还是进修难科了呀 他将我的色缩尽收眼底 薄唇勾起满足地笑 手掌轻而易举地 握住了我的脚踝 陡然发力 我整个人都被他扯了过去 说实话 我有罪 我还有点小激动呢 谁不爱强制这一套啊 谁知下一秒 我就被他拽着腿 丢在了地毯上 他翻身无比悠闲地躺了上去 还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我 他邪腻了我一眼 大爷似的指挥我 愣着干嘛 冰箱里有冰袋 还不拿了过来给我敷脸 看看你打的 我今晚可还有酒局呢 我 我他妈 我真的是忍住杀人的心 才把自己掉了一地的裤子 塞回了满是颜色的脑子里 我就不该指望他 我用保鲜膜装了 小半袋冰块 走过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敷脸 梁艳这狗男人 躺在床上闭上眼 无比悠闲地享受着我的服务 我咬牙切齿地盯着这张 我魂牵梦吟很多脸的英俊面旁 视线一点一点地柔和了下去 他瘦了很多 也不知道这三年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发起呆来 手上给他敷脸的动作 也一起停下了 我这公司怎么也是 是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了 梁艳家里条件这么好 在国外只怕是过得很滋润吧 国外的女孩子大胆明艳 身材又好比我这样的普通人 不知道好上多少 梁艳又长得这么好看 家里条件又好 学历还高 这不得是香薄薄 我心里直犯酸 没注意到自己看向梁艳的目光 都怨气冲天 梁艳呲牙咧嘴地睁开眼 坐了起来 揉搓着已经被冰块刺激到泛红的脸 朝我发难 将知 你搞谋杀呢 我忽然惊醒 忙跟他道歉 我都做好了 被他嘲讽劫则的准备了 谁知道他却猛地靠近我 你刚才在想什么 他一边揉脸 一边看着我 眼睛亮晶晶的 好像要看到我心里去 我一把推开他 别过头 没什么 梁艳明显有些不高兴了 他目光淡了淡 看了眼时间后 按了铃 很快 外面走进来 我的前相亲对象张怀德 我射死得想死 我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梁艳 拉着他的袖口 靠近他 压低声音 恨不得是用咬碎牙齿的声音开的口 咱就说没必要吧大哥 有啥愁啥愿咱俩关起门来解决不行吗 梁艳心情忽然好了起来 眼眸微微笑地脸了脸糊涂 他手臂缓住我的腰 猛地将我和他的距离拉得无比近 几乎是贴在了一起 这暧昧的气氛还没有持续两秒 他猛地掐了一把我的腰 这回轮到我倒吸一口冷气了 死 他在我耳边滴雨 嗓音缠绵 姐姐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等会关起门来你 可别哭着喊妈妈呀 我 张怀德目光奇怪地看了一眼 我又看了一眼梁艳 非常识趣地放下了手里的礼盒 再也没有多看我一眼 转头公事公办地和梁艳汇报工作 小梁总 这些都是按照您给的 江小姐的尺寸定做的 说完 张怀德就走了 我 啥 我的尺寸 我震惊地看着梁艳 他富耳低言 姐姐身上的每一寸 我都一丝不漏地丈量过 何必用这样的眼神看向我 老天爷呀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让你将我高冷静于系男神 变成了现在这种无耻不要脸的狗男人 梁艳好似是听懂了我表情表达的意思 以前以为姐姐就喜欢那种书呆子装模作样 害我装了好多年 后来发现姐姐心很手辣 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我也就没有装的必要了 什么 什么 你以前都是装的 他笑得邪气 怎么 我装得不像吗 姐姐明明爱死了 我故作娇羞的样子 不是吗 你不就爱调戏这一套吗 他掀抬礼盒 抖落里面好看的礼服裙 修长的指尖 在黑色的布料上慢慢划过 莫名的性感 将我逼在墙角勾引我 故意在图书馆的书架后面 凑在我耳边调戏我 看我脸红你便得意 姐姐 我眼睛如此好 你可开心 都 都是装的 我忍不住结巴起来 他似是很羞耻地叹了一口气 也不尽然 毕竟当年的我只有姐姐一个女人 脸红也是真的 强忍着高冷也是 我 那你装了个球 少给当初那个被我亲亲 就会流鼻血脸红到脖子 不敢动的你找不 你个菜狗 我毫不留情地接他老底 他恼羞成怒地瞪着我 将手里的礼服摔在了我的怀里 进去换 今天晚上的宴会 你陪我去 凭什么 我抗议道 你不能因为我接你 老底你就公报私仇吧 少压榨我 他冷笑两声 凭我每月给你发工资凭啥 凭我是你金主爸爸凭啥 凭我给你交社保凭啥 你个社畜 我 本社畜居然无言以对 太辱了屋 我恨这万恶的资本 你万恶的资本家 嘴脸真的很丑陋 进浴室前我回头骂了一句 骂完我就跟兔子似的 窜进去关上门了 说实话 我真的耸他不给我交社保 我真恨我爹妈 怎么还不成气 怎么还不发财 我每天都在很努力地 望腹成龙 望母成凤 呜 不争气呀 不争气呀 我换上礼服出来 梁艳本来是吊锅当地 坐躺在床上认真的看电脑 听见动静 他抬头看向我 眸子忍不住紧了紧 过来 他喉结上下滑动 嗓音莫名地沙哑 看向我的目光异常柔软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争锋相对 我忐忑地走向他 他放下电脑 从床上走了下来 让我坐在上面 他打开另外一个盒子 拿出里面的高跟鞋 是某家的单品 我很喜欢 但是巨贵 我一直都没舍得买 凉艳单膝跪地 抬起我的脚 动作轻柔地给我穿上 我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他眉目温润 淡淡地开枪 大二的时候 新生晚会你 上台主持 我和你的钱 一起才凑着买了条理服裙 你保存了YSL的那款高跟鞋 最后去买的是一双便宜的平T 我卖了自己喜欢的手办去买 你气得掉眼泪 最后卖了鞋 又让我拿出剩下的钱 将手办买了回来 最后你穿着平T的高跟鞋上台了 那天晚上的你 和往日一样好看 我站在台下 看着闪闪发光的你 暗自发誓 从今往后 任何一样东西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不会再让你穿T带品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独一无二的 我的将之配拥有 这世上最好的东西 将之 这三年里 我一直在想 我们曾经那样好 怎么就走不到结尾呢 你是我十八岁 就下定决心要娶的人啊 我怎么就把你弄丢了呢 我想不通将之 烈酒浇不透我对你卑劣的爱 纵然是醉到最深处 我想的也是你 我忍啊忍 忍了三年 我忍无可忍 我忍不下去了将之 除了你 没有任何外物 可以让我停止思念 将之 我爱你 我们和好好不好 我真的熬不下去了 我正正地同他四目相对 明明我们上一秒还在互对 怎么这一秒 他就突然收敛起 所有尖锐的刺同我表白了 我 我要是不喜欢你了呢 我咬着舌尖 有些不敢看他 他愣了愣 垂眸 唇边的笑意凛然 一字一顿 若是我努力过 依然无用 你确确实实对我心思 那 我会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的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不是你的阻碍 我是你的后路 我的心不可遏制地疼了起来 可是良艳我是 我是你的阻碍 良艳在心里道 这是我欺骗你的假话将知 真话是 你这辈子都只能喜欢我 哪怕是不择手段 你也得是我一个人的 我的爱从来都不干净 我是个卑劣的人 我的爱充满了难以掌控的占有余 这是良艳上位后 谈的第一笔生意 纵然是他不说 我也知道这单生意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他还没有来公司的时候 老梁总就在 和王董这个老油条洽谈了 王董是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可是这个合同 却是迟迟不签 这种态度 傻子也知道他是在观望 观望我们公司 和另外一家公司 哪家给的钱高 老梁总和王董的最后一次饭局 王董狮子大开口 直接要我们降低三个百分点 老梁总气得直接走人了 路上我向良艳汇报上 几次饭局的过程 最后总结道 上次闹得太难看 只怕是这次换了你去 也难以收场 这个王董不好对付 他摆明了 就是仗着有另外一家公司接盘 所以才敢和我们狮子大开口 梁艳摘下眼睛 疲惫地捏了捏没心 没事 我着急地说 你不能掉以轻心啊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梁艳会突然在这个时候 空降公司 坐上新一任总裁的位置 但是老梁总的八卦 我们都是听说过了 梁艳后面这个继母生的弟弟 可是只比他小上一岁 要是梁艳谈不下这个项目 只怕是不利于他坐稳公司 梁艳勾纯倾笑 运筹帷幄道 别担心啊 我会处理好的 宝贝 在他这样笃定的自信下 我不安的心 竟然慢慢地被安抚下来了 我和梁艳都进包厢 坐了半小时了 王总还没有来 他这是上次被梁艳 他霸下了面子 这回要在梁艳这里 给找回来呢 我本来担心梁艳受不了 他竟然颇为闲适地 煮起茶来 还给我倒了一杯 尝尝 我有些震惊地 看着他处事不惊的态度 国外这三年 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竟然将他的性子 磨砺得这般平和 差不多两个小时后 王总才姗姗来迟 我来晚了 小梁总不会介意吧 他挺着大肚子 笑呵呵地说 外表看起来 长得像是弥勒佛 但其实肚子里 是一肚子坏水 自然不介意地 梁艳笑道 重新倒了一杯茶 我伸手去接 他却不动声色地 拂过了我的手 自己端起那杯茶 走到王总跟前 放在了他面前 这是我亲自泡的 您尝尝 王总没碰得被茶 笑着说 我的时间宝贵 安和那边的负责人 跟我约了晚饭 小梁总如果是来 找我谈生意的 不不如直接开门见山 我还是那句话 除非下降三个点 否则谈无可谈 王总将自己的架 摆得很高 连砍架的余地 都不给留 我担忧地看着梁艳 谁知梁艳闻得此言 竟然也没有改变脸色 依旧是言笑艳艳 我同安和的负责人 一贯交好 我刚出来的时候 他们才和我约了晚饭 什么时候又约了王总了 这会儿也到晚上了 既然约了王总了 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正好也看看 安和那边 给您开的什么架 王总脸色 一下子难看起来 说话也不是 不说话也不是 梁艳喝着自己手里的茶 慢慢道 王总 你说了你那边的诉求 我也可以和你说说 我的诉求了 我一个点也不会下降 合同上订的价格 对你来说 已经是非常好了 还是不要人心不足舍吞向了 你在梁氏和安和之间 左右摇摆 账的 不过就是 目前的技术 只有你们公司有 可是我和安和 都可以不做这个项目 你能吗 王总咬牙 你爱做不做 大不了我们和安和签 一个点都能不想 你也未免太没有诚意了 梁艳失笑 安和不会和你签的 因为安和是我开的 王总脸色一下子灰白起来 我压抑地看着梁艳 安和居然是他开的 梁艳将签好字的合同给我 放好 放好 这个月财务得给你发不少奖金了 要是财务部那群人用理由搪塞 你你指寡来找我 我收好合同 忍不住问道 你带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抽成的 这单你跟着我爸跑了好几次了 钱是你该得的 带你来也不竟然都是这个理由 那还有为什么 我瞥了他一眼 梁艳笑得不怀好意 略微有点犯贱 自然是让你看看我的资产了 和我在一起 我是你的 安和也是你的 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 生事很开心 我 我谢谢你呀 你是真的有啊 梁艳给了几百让司机自己打车回去了 他开车带我去购物了 你这是给你家里人买的 我看着他手里拎得补品发问道 差不多吧 出来了之后 他又带着我去一楼买了好几十块黄金 太朴实无华了 你说一般的妈妈都喜欢这个吗 别人妈我不知道 但是我妈是挺喜欢的 我真想补充一句 我也挺喜欢的 谁能拒绝黄金呢 行 喜欢就行 梁艳将一堆东西都放在了后备箱 打开副驾驶的门让我进去 给我系上安全带后自己才上了驾驶位 谁承想他一上来第一句话直接把我雷得里嫩外交 你家怎么走 我 你要去我家 我声音险些都收不住了 你这后面这些东西都是给我家里人买的 梁艳点头 是啊 我都答应你妈了 三天后我去拜访她 我 我可没同意 梁艳看向我的目光凉了下来 她凑近我 语气却是一样的软 姐姐 我 姐姐 你都相亲了 与其和那些不靠谱的人结婚 还不如和我呢 起码我有钱有严 我还得姐姐忠心耿耿啊 更何况姐姐的妈妈逼得这么紧 想必是姐姐也不好过吧 倒不如拿我去堵上你妈妈的嘴 起码也能应付一阵啊 总比天天被你妈妈逼着相亲 要好得多吧 她微笑着看向我 眼神是把我吃定了样子 虽然我觉得她这样真的挺见兮兮的 可是我居然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反驳 她是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也愁着应付我妈呢 梁艳这简直就是睡觉的枕头 每一步都算计好了呀 行吧 最终我还是为了今晚能够回家睡个好觉屈服了 我真的不想再去找我的好闺蜜睡觉了 她是个好人 可是她的呼噜真的不太友好 我还没有进门呢 就被我妈拿着刀抵在了外面 她探着脖子左看右看 你带回来的男朋友呢 我 我妈冷笑 刀背架在自己脖子上 眼泪说来就来 又黄了是不是 将知啊你都二十五了呀 你这样 我和你爸何年何月 才能抱上外孙和外孙女呀 我 电梯门开了 梁艳抱着快挡住自己脸的礼品 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在我妈震惊的目光下 她非常泰然自若地进行自我介绍 阿姨 你好 我是姜之的男朋友 如果忽略她咬牙的气音 那就是完美了 短暂的震惊之后 我妈洗上眉梢 一边接着梁艳的礼品 一边喊我爸来帮忙 还不忘踹了我一脚 你这个人 这么重的东西 你让人家一个人办 我 委委屈屈 梁艳 阿姨 您别说她 她要来帮我 是我不让她搬的 女孩子手嫩 这些事情我来就好了 我妈听着这话 别提多高兴了 最后我们几人一起坐下来 我妈看见梁艳买来的黄金 更高兴了 她眼睛都笑眯了 小梁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阿姨 我现在自己在创业 创业好啊 创业好啊 你在电话里面 说你和姜之谈了三年 是真的吗 怎么我这三年 都没有见过你啊 我妈刨根问底 梁艳低下头 做出羞愧的模样 阿姨 其实我和姜之谈了四年 我们大学四年一直在一起 后来毕业之后 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分开了三年 最近才复合 梁艳做出了真诚的模样 阿姨 我这几年一直在认真创业 没有谈过其他的女朋友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追回姜之和姜之结婚 我什么都是姜之的 至于彩礼 阿姨 你们放心 只要是你们提的 我都会置办 绝无半点怨言 更不会讨价还价 我爸妈对视一眼 笑得合不拢嘴 我 说好的 只是假扮的 他这是揍麻呢 他咋连我上一个相亲对象 因为彩礼和我妈吵架的事 都知道呢 梁艳啊 梁艳 你是真狗啊 三年不见 你挺会藏招啊 我妈抽空瞥了一眼我 你坐着干嘛 跟你爸去做饭去 我要和小梁好好聊聊 我妈在说到梁艳的时候 没开眼笑 简直和提起我的时候 判若两人 我忍不住 心里叹了一口气 小白菜呀 地里黄啊 阿姨 我来吧 我家里都是我做饭 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她说的温良恭俭 和在我面前时的狗笔 又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我顿时发现 难怪梁艳和我妈 能聊得这么头缘 俩都是这种变脸狂魔 能不投缘吗 我妈一听梁艳说自己会做饭 本来就咧到嘴角的笑意 这下直接咧到耳朵根了 又岂是满意二字可以说的 梁艳去厨房后 我妈狠狠地捏了我一把 毫不避讳 我狠狠地警告我 这个钥匙黄了 你就等死吧你 我 你是我亲妈妈你 我本来以为梁艳做的菜会翻车 谁知道竟然意外地好吃 我妈赞不绝口 小梁啊 你这手艺可比我好多了呀 梁艳谦虚地低下头 娇羞地看了我一眼 意犹所指 阿姨 我这是专门喂知之学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要是不和您告诉我 您喜欢吃什么菜 我下次学了来给您和叔叔做 我家菜的手停在半空中 石化了 咱就说 咱就是说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梁大影帝 我妈一整个高兴惨了 已经快封魔了 小梁 我觉得下周就是个很好的日子 你们可以先去把证领了 你觉得呢 梁艳笑道 我没问题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凉凉道 下周是清明节 要放假的 我妈 梁艳 吃完饭后 我送梁艳下楼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我阴侧侧地看着她 看不出来呀 影帝呀 你挺会呀 梁艳也不在意我的嘲讽 谬 谬赞了 学姐 呸 你是真不要脸啊 咱俩刚刚在下面怎么说的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我们只是演戏 你搞清楚好吗 梁艳叹了一口气 可是学姐 我想假戏真做怎么办 我 梁伴 我俩正说着话呢 一道吐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原来你不回我的消息 是为了来这里陪她 我和梁艳一起愣住了 我望着面前熟悉的脸 脸色一下子很难看 梁艳挡在我面前 冷着脸 送烟 我说过了 我有喜欢的人 可你妈妈 希望我们在一起 你父亲也没有意见 你娶我才是正确的 我比她更适合做你的夫人 做你的闲内住 那只是你觉得而已 再说了 我妈早就去世了 那位既然觉得 你适合嫁到我家 那你就去嫁给她儿子 岂不是两全 送烟气哭了 转头跑了 我愣愣地看着梁艳 你妈妈已经去世了 她声音有些闷 嗯 她生我的时候大出血 没能救火 我捏紧拳头 幡然醒悟 你同你继母关系好吗 我问得犹豫 梁艳达的冷漠 若是好 我又怎么会出国几年不回来 宁愿自己创业 也不愿意进他们的公司 她冷笑道 这三年里 我这后妈唯一两次找我 第一次是撮合我和宋燕 好得到宋家的助理 第二次是让我做公司的法人 日后公司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都是我承担责任 这话已然是不知道多么清楚了 我抱了抱她 安抚道 没事的梁艳 没事的 都过去了 你还有我 是啊 我只有你了 若是连你也不要我 我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 如我所料不假 没几天我就被梁艳继母约了出来 我冷冷地看着面前贵妇模样的女人 心里生出一股子浓郁的恨意和不甘 她同样是冷冷地看着我 江小姐 我们当初都是说好了的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还是说当初你没有要我给你的钱 你后悔了 现在重新想要钱了 她厌烦地拿出支票 显然是非常嫌弃我 不耐道 说吧 多少钱 我吃笑道 你确定让我报价吗 快点行吗 我等会还要和宋燕逛街 江小姐 你要是要钱 可以直接来找我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因为你去找梁艳 导致梁艳和宋家的联姻 都受到了影响 三千万吧 我淡淡道 她一拍桌子 怒道 三千万 你狮子大开口呢 你也不看看 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你值三千万吗 我叹气道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真的离不开梁艳了 嫁给梁艳我得到的 又岂止是三千万啊 你们和宋家联姻 得到的也不止三千万啊 这本来就是大家双赢的事情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呗 她恨恨地瞪着我 最后脑子里天人交战 能不能少点 三千万太多了 我笑着摇头 一分钱也不能少呢 三千万怎么赔得起 我和梁艳三年的时光 我那时候以为 她是梁艳的亲生母亲 所以在她来找我 让我和梁艳分手 不要耽误梁艳学业的时候 我并没有多想 甚至她还告诉我 梁艳和宋艳是青梅竹马 两家人早就订婚了 而我不过是个小三而已 我沉浸在自己 被小三的愤怒里 连给梁艳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断了联系 若不是梁艳这次 自己回来找我了 只怕是我和梁艳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以后了 而这一切 都是面前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 一手编造的 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写下支票 我收好支票之后 礼貌地道谢走了 我回到公司去找梁艳 把支票递了过去 将三年前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支票里的钱被赚了出来 晚上梁艳带我回家 见父母商定结婚的事情 我看着她坐在沙发上的后妈 脸色铁青 差点笑出声来 如今的梁艳 不光自己开了公司 甚至还将粮食打理得井井有条 早就不是当初那个 可以仍由她摆弄的小孩了 她如今也是要看着梁艳的面子的 吃饭的时候 我故意道 阿姨 您真好 我和梁艳还有两周 才结婚呢 您的份子钱就给了过来 我们收得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梁艳笑着附和我 是呢 看来以前竟然是我误会阿姨了 原来您对我也很好呢 梁艳的父亲一头雾水问她 怎么回事 她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吞 脸绿的说不出话来 我故作惊讶 叔叔您还不知道呢 阿姨可好了呢 阿姨提前给了三千万的支票给我 让我和梁艳好好过日子 说这个钱是给我们办婚礼的钱 梁艳父亲自知这些年亏欠梁艳 所以对梁艳的择偶是放任的 只要是她喜欢的就行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经历不起任何的破折了 你阿姨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你们也都不小了 是该早日定下来了 我笑着说是 梁艳后妈眼睛都气红了 那可是她的私房钱三千万啊 我和梁艳领结婚证那天下午 她先带我去了公司 里面已经有两位律师 提前等着我了 公司一般的股份 滨江的房产 都是给你的婚前财产 这是自动赠予的公证 梁艳递给我一份合同 目光温柔 我有些哽咽 其实不用的 我没有来得想起上次相亲 我妈只是说要四万彩礼 对面就大发雷霆 到处和人讲 我们家不要脸是卖姑娘 我妈差点给气病了 原来真正在意你的人 是不需要你开口 就已经为你打点好了一切 她将安全感奉上 生怕你有半点不安于惶恐 我想要你放心 我的钱和人 两样 你都得图 话说的再多没有用 我只想用实际行动 让你看见我的爱 学姐 我的爱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我说过 往后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会送到你手里 别人有的 你也要有 哪怕不需要 我也要给你 这是面子 我得给你把这个面子撑起来 我得做你的靠山和后路 我在她怀里 泣不成声 她拍了拍我的背 无奈地低笑 哭什么呀傻姑娘 明明是我赚了呀 你这一辈子可都赔给我了 都给你 我哽咽到 我哽咽到